Hello,大家好,我是U15次世代游戏场景设计的讲师,老王 本次教程将从U15零基础入门到上手制作三大不同风格的游戏场景案例 全系列讲解完整的制作思路 不用担心自己是否没有基础 在讲课讲解的过程当中会引导大家散发性思维制作 更好的打通学员制作思路 如果你也想打造一款属于自己的游戏场景 那这套教程基本能满足你的需求 课程中会给大家详细讲解U15的基础安装和操作 让大家更快的上手制作课程案例 学习虚幻引擎的灯光基础对制作案例十分重要 在场景氛围不关的这一个环节 会详细讲解虚幻引擎的灯光系统的各个功能板块 以及如何配合各种效果组件去打造一个适合环境的氛围 引导大家对整体的灯光体系产生一个完整的制作思路 掌握了虚幻引擎的灯光系统之后 要进一步学习虚幻引擎的材质系统 虚幻引擎的材质系统是使用了PBR流程且为可视化节点制作 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学会材质系统的一些基本逻辑 制作基本的材质球 我们要知道复杂的材质节点都是由简单的材质节点组合而成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CrystalMixer软件制作一些复杂的混合材质 输出贴图到虚幻引擎里制作一些复杂的材质效果 有了基础的铺垫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我们的三大案例了 案例分别选取了星海城秒45厘米的经典镜头 做延展开的场景制作 大家所熟知的米哈游风格场景 鸟居蜜壶以及充满科幻炫酷的赛博朋克活体实验室 三个案例的难度是从简单到复杂的 希望通过这种递增的难度打开各位学员的制作思路 以上就是本次次世代游戏场景设计的教程的大致内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向异壶网客服进行询问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